欢迎您收看消费简报 将Fender打造成一个零售胜地是一项紧张的业务 悉尼先驱晨报 Fender这个标志性的吉他品牌 在日本东京开设了其首家旗舰店 该店的设计旨在为顾客提供沉浸式和难忘的体验 提供各种Fender产品和个性化服务 Fender决定在东京开设旗舰店 是受到了日本游客数量的增加 以及亚太地区音乐市场预计增长的推动 虽然旗舰店的建设和维护成本高昂 但它们在提升品牌能见度和塑造积极品牌形象方面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并非所有旗舰店都能盈利 一些品牌不得不重新考虑策略 在困难时期关闭旗舰店 尽管如此 旗舰店仍然是零售业景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对于能够围绕其产品创造体验 并与顾客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高端品牌而言 Fender在东京的旗舰店的成功 将作为该品牌的一个试验案例 如果成功 Fender计划在亚太地区开设更多旗舰店 包括上海 新加坡 首尔和雅加达 Arcdale的创新新店 不仅仅是砖石和水泥 悉尼先驱城报 随着疫情的缓解和游客 学生的回归 零售商开始重返实体店铺 许多零售商正在创造新的购物体验来吸引顾客 建筑师们正在关注砖块的质量 因为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开放店铺 最近 一位建筑师在弗林德斯巷69号 为服装公司Upbear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叹的新装修 寻找下一个家 以下是维多利亚州出售的一些最佳房产 悉尼先驱城报 本文简要介绍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几处代售物业 这些物业从带游泳池和电影院的豪华住宅 到带户外空间和公园通道的翻修住宅不等 文章突出了每个物业的独特特点 并提出了可能对他们感兴趣的买家类型 总体而言 本文旨在展示维多利亚州可供选择的各种物业 并吸引潜在买家 大卫 琼斯暂停了其曾经壮观的季度发布活动 悉尼先驱城报 澳大利亚百货公司David Jones宣布 将取消传统的时装秀来推出星际系列 相反 该店将专注于其他与顾客沟通的方式 如小型活动和独家展示会 这一决定反映了时尚行业的一个更广泛的趋势 即品牌通过社交媒体和私人活动直接与顾客沟通 擦干你的眼睛 加拿大科尼斯将离开 BBC 金百利公司 即TwinX的母公司 宣布将其面部试金从加拿大撤出 尽管专家们认为 这可能是基于盈利能力的商业决策 但该决定是基于独特的复杂性做出的 有人猜测 加拿大公司Kroger的面部纸巾品牌 Scotties的受欢迎程度 可能导致Plinux的销售下降 这并不是大品牌第一次放弃加拿大市场 近年来 像Bugos Bagel Bites 和Little Debbie等美国零食 也退出了干市场 加拿大市场被认为对外国企业不太友好 对政府官僚主义效率低和高税收的抱怨不断 保护主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加拿大三个最大的行业 航空 电信和金融 都受到联邦政府的严格保护 谁是崛起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Viwek R.A. Masumi 半岛电视台 Viwek 拉玛斯瓦米是一位制药和生物科技百万富翁 作为一个潜在的外来者 他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可以挑战美国政治体制 拉玛斯瓦米正在推动一个极右翼的议场 并被比作唐纳德 特朗普 他在选举季的第一场共和党辩论中的表现受到广泛赞扬 一些评论员甚至宣布他是辩论的赢家 然而 拉玛斯瓦米的政策提议 包括否认气候变化和对墨西哥毒贩进行军事行动 遭到了自由派的批评 他在共和党提名竞选中远远落后于特朗普 但他的崛起表明该党愿意支持 具有非传统观点和没有政治经验的候选人 拉玛斯瓦米已经投入了1500万美元的个人资金 到他的竞选中 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能够将共和党从抱怨 转变为提出解决方案的统一候选人 批评者认为 拉玛斯瓦米的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或荒谬的 并超出了总统的权力范围 购物中心因为被涂成鲜艳颜色的可疑厕所而被疏散 英国独立报 南加州的一个购物中心 在一间电影院附近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厕所后被疏散 警方发现了一张声称爆炸物藏在厕所里的便条 而这个厕所被涂成了多种鲜艳的颜色 爆炸物拆弹小组检查了厕所 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 一名名叫蒂莫西 塔拉奇拉的22岁男子因涉嫌此事被逮捕 购物中心的业主发表声明称他们不容忍犯罪活动 并将采取措施确保客人的安全 消费者对经济变得稍微更加谨慎 CNN 随着对经济的态度变得更加温和 美国消费者情绪似乎在冷却 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情绪指数在8月份为69.5 略低于7月份 但仍高于去年夏季的低点 消费者对未来前景持谨慎态度 一些人强调与去年高通胀相比的明显改善 而其他人则关注经济状况的变化不明显 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保持稳定 但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美联储将密切关注通胀预期 因为它们可能影响工资要求和通胀 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将产生什么影响 德国之声 数字服务法DSA于8月25日在欧盟生效 DSA旨在确保像Facebook和Google这样的科技巨头 在其平台上进行非法内容的审查 并防止宣传仇恨言论 该法律还旨在使数字领域更安全 并保护在线平台用户的基本权利 DSA适用于19个非常大的数字平台 包括社交媒体网站Meta TikTok和Instagram 以及搜索引擎Google和在线市场 阿里巴巴的AliExpress和亚马逊 这些平台已经进行了压力测试 以证明它们符合该法规的要求 未能满足DSA要求的平台可能面临巨额罚款或禁令 DSA被誉为里程碑式的立法和欧盟监管的光辉榜样 它代表了对在线中介责任无关的原则的逆转 并引入了新的措施 以确保透明度、用户隐私和非法内容的删除 然而 批评人士指出 某些显示有害内容的平台 如Netflix和Point Hub 目前尚未列入名单 但可能在未来被添加进来 DSA在企业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德国在线时尚零售商Zalando 对欧洲委员会提起了诉讼 认为它与其他平台不具有相同的系统风险 一些公司如Meta 由于DSA的原因 推迟了在欧盟推出某些应用程序 然而 总体而言 DSA受到了积极的评价 并有可能被世界其他地区采纳 特朗普崇拜的自由主义者意外赢得初选 颠覆了阿根廷的局势 华盛顿邮报 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维尔 米莱意外赢得初选胜利后 阿根廷出现了恐慌性购买和物价上涨的情况 这位经济学家承诺解散阿根廷的中央银行 实行美元化经济 并分裂政治基因阶层 他在8月13日的初选中获得了30%的选票 将阿根廷的两个主要政治联盟推到了一边 佩罗尼斯塔政府 在随后的一天 对比索进行了22%的贬值 比索在黑市上贬值了30% 预计8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将翻倍 私人经济学家预测 政府将努力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 但年度通胀率可能会增长175% 掠夺者已经洗劫了超市和商店 乐高一块一块地 在悉尼开设了全球最大的旗舰店 悉尼先驱晨报 世界上最大的乐高认证旗舰店 将在圣诞节前在悉尼开业 提供独家特色 故事讲述桌和个性化工作室 这家占地1100平方米的店铺 将位于西尼拱廊和皮特街购物中心的拐角处 这家新店迎合了零售商提供互动 和体验式购物的趋势 这一趋势受到消费者和租户的欢迎 北施省证券监管机构 通过新的处罚措施 将执法提升到新的水平 加拿大环球邮报 由于最近的立法修正案 不法投资市场行为的调查和追究责任的权利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证券委员会 BCSC现在拥有更大的权利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证券法的更新于7月17日生效 允许BCSC对未能遵守传票 或提供信息的要求的人施加后果 此前监管机构必须向最高法院申请命令 这被认为是耗时的 监管机构表示 现在可以更快地采取行动 处理对未能遵守规定的人的处罚 如限制市场参与和对不遵守规定者 处以高达100万家人的行政罚款 BCSC执行董事彼得 布雷迪Peter Brady表示 布列颠哥伦比亚省是加拿大唯一拥有这种权利的省份 Goop Advisor最近采访了布雷迪先生 询问了有关修正案的问题 印度通胀将在蔬菜价格冲击减弱后回归舒适区间 印度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戈亚尔表示 路透社 根据印度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阿西马·戈亚尔的说法 由于蔬菜价格下降 印度的零售通胀预计将回归央行的目标范围2%至6% 最近蔬菜价格的飙升导致食品通胀率在7月份达到了11.5% 这被描述为前所未有 但戈亚尔预计价格将在9月份开始下降 戈亚尔还表示 政府有很多供应测工具来管理股物、豆类和香料价格上涨 印度储备银行已经保持政策利率稳定 但对银行实施了额外的现金准备金要求已收紧流动性 印度信实工业公司将出售其零售部门的额外股份 路透社 据报道 信实工业计划出售其零售部门 信实零售企业额外8%至10%的股份 以筹集资金用于扩张 偿还债务 并为该业务的公开上市做准备 预计这个过程将需要12至15个月的时间 对于信实零售业务的预计首次公开募股来说至关重要 信实零售一直在与全球品牌合作 扩大他们在印度的存在 并最近从卡塔尔投资局获得了10亿美元的投资 以换取该公司1%的股份 台湾的新秀航空公司通过压住奢华而飞得高 日经亚洲 台湾初创企业新宇航空成立于2018年 报告称其2023年1月至6月期间 净利润为3亿新台币约合940万美元 尽管在疫情期间面临财务困难 但这家以奢华为重点的航空公司 自去年开始运营以来经历了快速增长 新宇航空以迪拜的阿联酋航空为商业战略模板 将其服务网络扩展到全球18个目的地 并在某些航班上提供头等舱服务 该公司还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增加飞网旧金山的航班 并考虑未来在美国东海岸的增长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